我们昨天都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 因为他直接说这个100万美金要 面对记者提问低调回应 外交部长吴钊燮心情沉重 到立法院备巡 毕竟前一天才跟所罗门断交 这也是吴钊燮任内一年七个月 第四个断交的友邦 外界直指吴钊燮应付政治责任 但总统蔡英文力挺 格魁苏贞昌也帮忙缓夹 吴钊燮部长过去领导外交部同仁等 我们对美展现了最好的情况 这次总统出访也得到最好的待遇 我们都应该给外交人员 在第一线工作的同仁最大的鼓励 至于外交人士是总统职权 我们都尊重 府院联手力挺吴钊燮 还要外界鼓励代替责备 为了稳固邦交情谊 外交人员冲第一线 但是邦交国数字不断下滑 外交危机也不能视若无度 蔡英文总统已经说了 他绝对不会用金钱进逐的方式 去争取我们的外交 而是要用我们的软实力 去争取我们邦交国的认同 两岸的关系 还有中共对中华民国在国际空间上面的打压 这不是民进党执政才有 但是我们自己没有看到政府的任何高层 为这件事情来表达这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两岸关系恶化 连带影响外交空间是不争的事实 但千做万错都是中国的错 也无法让民众接受 如何突破台湾邦交得看中国善意的困境 恐怕才是蔡英文政府的当务之急 欢迎新闻综合报道